好 那我這個請教一下任俊兄 為什麼中國的網友人類 國民黨是去吃 要來討錢的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更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講這些話的人是小粉紅 是中國的網友 對 他說又來要錢 又來要什麼 又來蹭什麼 你覺得主體是臺商嗎 不是 小粉紅那個說又來要錢 我才不認為他是你要跟臺商要錢 是要跟中國大陸要錢 這才可怕 也就是說今天不管國民黨真正背後的想法 是什麼 臺灣民眾包含 維園這種很年輕的從政黨 告訴你不可以 國民黨不聽 連臺料的這些網友都認為說 你今天來是要把特定的東西交給錢 你說看到幾個 當然你有講到 有人講說是要跟臺商要錢 但你看多數講的時候 又來要錢 又來這樣 他講的那個要來 要跟誰要 老實講我懷疑他的主體 其實不是針對臺商 所以這就是一般外界 不管是臺灣或者大陸 對於現在這國民黨要去的這個觀感 第二的你看 今天夏立元要去 他不會不清 國民黨不會不清楚的知道 在你要去的那一天早上 被人家公佈了一個叫做統一的白皮書 你今天去那叫做什麼 你知道 叫你來背書 夏立元的說法很有趣 他說他當了那麼多年的這些什麼官員 不會一次就被統戰 這句話你覺得博士嗎 有釋懷也說過 我當了這麼久的軍人 我不會被統戰 講到要不要跟大陸的官員見面 留下一句伏筆叫做客水主辯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人會講 國民黨去 今天有本書站在中國大陸那邊跟大陸說 我拒絕你的白皮書 你把你在臺灣講的這些話 當面的到大陸去講一遍 大家給你拍拍手 你有風骨 你不敢 你丟了一句叫客水主辯 你看 我覺得國民黨 其實應該感到悲哀的時候 當你朱立倫出來跟人家講說 你們不要想說 他去是要捍衛臺人的權益跟安全 所有人沒有人認為這句話是真的 我甚至比較懷疑 為什麼會有這種消息 大家一直認為說 是不是要去跟臺商來 搞不好是臺商講的 你知道嗎 搞不好是臺商說 你今天來看我們才不是要捍衛我 你叫郑愛在冠錢給你 而且還怕我們不給人家照客人來 這就是外界對你的質疑跟觀感 你說到柯文哲 老實講 柯文哲當時要辦雙城論壇的時候 很多人罵他 你記不記得臺北市議會 當時藍綠的議員 都做了一個決議說什麼 這筆錢柯文 我們市議會不出 柯文哲自己出 國民黨議員也連署 對 你當時用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老共的飛機一直在那裡飛 ADIZ西南方一直飛 對我們是不友善 今天你國外鄉 柯文哲辦了一個論壇 你們的議員跟人家講說錢也不准出 你們的副主席 現在是飛彈都來了 飛彈都打到這邊還在軍演 他說那我要去跟大陸交流 你們國民黨全 不是全黨 維園這種年輕人就說不對 但是居然有人還說我們去就是要維護這些 你先維護一下臺灣吧 我覺得這民眾在這整件事情的觀感 所以你看國民黨其實最悲哀的是什麼 當時江啟臣要搞那個兩岸論述 搞到自己被搞掉 國民黨到今天為止的兩岸論述就呈現三個問題 三個狀況 第一個是維園這種年輕人站在第一線 他面對一般的民眾 他很清楚 他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觀感 所以他們用很強烈的方式表達不應該去 是 侯友宜這一批人 因為要選舉 以後也覺得有機會走大位 又不能不表達一下不對的意思 所以就知道怎樣 這個事情要討論 這時候不疑 以後不知道 黨中央這些人 剛剛這個鄭大哥問說 如果是拿錢來分給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要收 你真的太看重國民黨了 你怎麼說 國民黨會拿錢給他們嗎 可能會分給他們 不然去中國碰一大八錢 回來要怎樣 我跟你講國民黨內很多人質疑 就是說如果今天國民黨跟國共交流之間 有所謂的兩岸紅利 紅利是誰拿走 是這種年輕人拿走嗎 他們分得到嗎 今天大家都跟你說不要去的意思是什麼 就算有紅利 他們也不要 但是中央就是要去的 來看看 又來要錢 請國內辦要裝反詐騙APP 不談政治 不談統一 就是來要飯 誰跟你談啊 要來忽悠 能騙幾年 是幾年 反正人為中國國民黨就是變成了 就是丐幫 范老師 怎麼會中國網友是這樣認定啊 之前王金平要去參加海峽論壇 也是被人家這樣蹭啊 其實被人家批評 就是說你國民黨就是已經被定形成這種形象 最新消息 國民黨中央黨部巴德陸旁邊 摩托車自然燒起來了 草皮也燒起來了 草皮自然 現在就是已經在 草皮吃火 拿滅火器 草皮來滅火 所以國民黨現在 不只是中央黨部要滅火 旁邊草皮要滅火 但是我覺得說 你看其實為什麼 朱宇倫如果真的要去找台商要錢 你可以找紅袖住去啊 紅袖住台商關係很好啊 在中國關係很好啊 為什麼不找 而且比較沒有爭議嗎 紅袖住去很自然嘛 然後也不會騎什麼 他常常跑來跑去嘛 為什麼 沒有啦 兄弟 我覺得高師伯才是個假 對 這才是重點 紅袖住拿到的錢 然後不上腳啊 高師伯對不對 自己的小舊子去 所以你說像夏立言 他只是就是跑龍套嘛 對 他跟台商沒有什麼關聯性 因為 對不起 有一個政治人物 他前舉的時候 我們有找朋友跟他募款 我們就募款給他嘛 他自己拿袋子自己裝 對啊 他別人不敢相信 很多政治人物都這樣 自己帶手提袋 自己要自己自己放進去 還怕別人 因為有時候少拿一疊 有時候掌免法 他有帶兩個人來喔 帶兩個人來 我以為他要那兩個人幫他收 然後開收據 他不是喔 他是那兩個人 他叫他不要管 他自己拿袋子 錢這樣裝 一直裝裝裝 裝完 你又掉到地上 他又下去撿 你講的是誰我們也都大概猜到了 我是搞不懂啊 這一次團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高斯伯 這就是朱立倫的骨子嘛 中央委員我今天查有190個呢 為什麼是他 但是跟朱立倫有親戚關係只有一個 而且還有95個候補中央委員 對啊 而且有35個中央委員 所以唯一的差別 他不找中央委 他找一個中央委員 人不親土親嘛 一定要找最新 信賴度的問題 就是如果不是辦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話 怎麼會特別挑選自己最親 最親的那個人 夏立妍還不能信啊 夏立妍就是因為他有tit頭 他是副主席 就是副主席帶隊 然後可是真正要辦 事的可能的確是要一個親信 那就是看台商而已 還辦什麼事 所以可見看台商 應該也只是個排比較後面的事情 真正的事情 可能真的重要到我真的 他真的不能 不能公開講出來 否則怎麼可能會有人在這種時間去嘛 而且不只是小粉紅罵 不只是國民黨內罵 是連李萊希這種人都罵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有多誇張 連李萊希都看不下去 這個你就可以知道已經搞到天怒人怨了 來 董老師 這個訪問團只有一個人才能夠代表朱立倫 不就是高斯伯嗎 所以這種錢的事情或是說涉及到利益的事情 即便是真的募款 就是說台商也要拿到可以認證的人 就是朱立倫 我有給你喔 這是你的人喔 其他幾個都不是啦 不過很難得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喔 就是說你看剛才說很多網民 中國小粉紅的反應嘛 來拿錢的嘛 因為我們這邊台灣民意的反應 也都一樣 去募款了 只是那個說詞不一樣 其實都統一回事嘛 第二個 但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中國的小粉紅有一直講 一直講要統一喔 要統一喔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剛才講到 就是說朱立倫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再不去就來不及了 再不去就來不及了 它有兩種含義 第一種含義 是剛才各位討論的 就是這個北京方面 把兩岸的紅利都準備好了 你要現實來領取 第二種情況是倒過來 朱立倫家族 不知道有什麼辮子 被抓在北京的手裡面 被威脅 你在規定的時間 規定的地點 你趕快給我過來 坦白從寬 這個叫雙規 在規定的時間 規定的地點 你把問題交代清楚 交代什麼問題 各位還記不記得 一開始去的第一場的這種 記者會就有透露出訊息 可能跟汪洋見面等等等等的 裡面有兩句話非常重要 第一句話 說明親美的立場 第二句話 討論國民黨的歷史定位 原來是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什麼叫說明親美的立場 你要去朱立倫的代表團 到了北京 給我交代清楚 你在美國跟哪些人見面 說了什麼話 你以後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更好笑的是 怎麼會是什麼 討論國民黨的歷史定位 國民黨的歷史定位 還需要跟北京討論 第二個 你國民黨是死了 那個什麼 那個蓋官論定 所以說現在要討論你的歷史定位 不是啦 都不是啦 是你要交代 你的歷史定位是支持統一 所以呢 即便有兩岸紅利 即便你是被威脅的 我猜 這個團都要做 我剛剛說的 坦白從寬 交代清楚 我們借心 我個人在這裏 甚至接著 有 我 憲